以大抑鬱來說,我病發過三次 第一次是27歲那一年,是我剛離婚的時候 是半年時間長的 第二次是1997年 當時我是剛從香港電台轉到商業電台 競爭很劇烈之類 但其實不關競爭的事 當時是自己做了一個很大的項目,做得很成功 一做完之後,整個就倒閉了 完全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本來應該很開心,慶功,很有成功感 原來不是的,是你覺得 一聲掉下去,好像去了深淵 覺得自己很沒用,很害怕,很不開心 第三次是1999年 為期是半年 所以你現在問起我抑鬱症的事,我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明白,我們又說另一邊的事 當你有狂躁的狀態 心情很高漲 那時你又是怎樣的呢? 我想補充一些資料 因為在過往是試過抑鬱,獨立的抑鬱 然後獨立的狂躁 但是有試過抑鬱 然後按一聲就馬上轉到狂躁 我想補充一點點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可能對於 現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來說 可能會不太明白 抑鬱狂躁症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想舉回自己為例 就是 我當時是半年時間抑鬱 然後當時我女朋友跟我說 不如我們去散心 去歐洲玩一下 我說好啊 因為你做節目做得很緊,很辛苦 就是很吃力 好吃力 我們通常去歐洲玩 我們都喜歡去博物館 在博物館裡面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也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例如坐著輪椅 那種 最誇張的那次 就是我去大英博物館在倫敦 我進去看 然後出來的時候 有個女人推著病床出來 然後有個中年男人 在那裡笑得很開心 我當時是覺得很大的感觸 因為我覺得 人家這麼病 推著病床 都會進來Museum去看東西 我好人好者 有手腳做什麼 做什麼要這樣 我在那一刻 就發覺 對呀 我需要這樣 我不需要這樣 誰知原來就是 由那個位置 當我以為自己看開了 明白了 原來我已經進去狂躁症 自己都不知道 由抑鬱入狂躁 根本可能是一個 的那麼多 就是那個的那麼多 但是連自己都未必察覺 你知道尤其是這個狂躁症 是根本我們不知道自己有病的 我們只會覺得 感覺很好 很開心 雖然睡覺睡得很少 但是很精神 有無盡的精力 還有很多的計劃 有很多的想法 覺得大地在我腳下 對所有的事情都覺得是有希望 有前途 光明一片 還有自然就是很樂觀 但是那時候你不知道是一種盲目的樂觀 所以會做了很多的錯誤的決定 還有因為你沒有病 但是你的行為實際是異常 你家人 朋友會說 你有病 你要去看醫生 那時候你就會 有沒有搞笑我有病 誰說我有病 我都和他死過 自然你就會和家人 和朋友的關係不好 另外還有 很有趣 當時說話很快 快到怎樣 快到是 你本身說話都快 那時候還要比我現在說話更快 因為那個腦子有很多靈感 和想法都想得很快 你的嘴巴跟著腦子都跟不上 所以會說得很快 還有外語能力突然加強了 譬如你的英文能力 無論說無論聽 特別強了 中文不再畫下 另外還有 那時候是學過 其實是1978年 到1981年 大學學過三年 法文 到狂鬆症病法 現在是1999年 竟然還記得法文 還記得很多法文 還要拿到一篇法文 自己一邊讀 一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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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意思 平時做不到的事情 都是在那一段病 病法之間 可以好像異常這樣做 對 它好像畫了你裡面的一些東西 畫了你藏在裡面深處的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畫出來 是很神奇的 還有就是 很多靈感 我試過在三個星期裡面 是完成了一個粵劇的劇本 是有90%這麼多的 那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戲 是《紅樓夢》 我將《紅樓夢》裡面的很多詩詞歌婦拿出來 然後將它寫成一個劇本 裡面有一些小曲都是我填的 我還會用了 例如西洋歌劇裡面的 Puccini所寫的歌劇 Durando 《杜蘭座公主》裡面的一個 女歌音的泳炭調 下來寫 自己填一次 然後又會將 在《昆曲》裡面有一個 《遊園驚夢》裡面 《驚夢》裡面的 裡面有一個曲牌 叫做《山波陽》 拿《山波陽》出來 然後自己填了一些詞 是這麼厲害的 可以 平時很難做的 需要很多創作靈感 才能做到的東西 在那一刻就好像很容易 是啊 另外還有就是 花錢 很喜歡花錢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在內地的時候 看見 白貨公司 黑珍珠的鏡鏈很漂亮 我買了多少錢 20多萬 20多萬 就買了它 你知道20多萬 其實在內地已經可以買 那時候是1999年 已經買了一座樓有餘 我直接把一座樓掛在頸上 然後還有 譬如說見到肉器很漂亮 這個朋友帶我去廣州看的肉 這件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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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擺件很漂亮 還有多少錢 40萬 OK 40萬 買了它 更何況平時你走開珠寶店 有一個鑽石 一卡重的 全美的 然後 我問多少錢 10萬 可以了 10萬買了它 然後 普通 普通的 至於再說下去 就是那些很普通 例如見到一隻肉戒指 一萬元 又買了它 即使用錢 也不是很用你的後果 完全不理會 而且很誇張 是將買回來的東西 有部份的東西 你會送給人 我記得有一個經驗 當時我覺得 四十歲 男人四十歲要創業 不要再打工 不要再做DJ 於是就自己想開一間店 那間店 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很多東西的原因 就決定 不如開一間古董 和翡翠的店 另外還希望買一些 古董傢司 即是你要去找 你要回內地 要找一些古董傢司 我記得有一次去到那個地方 那個老闆出來 大家當然會談兩句 那我老闆就說 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會開這些名稱家具 售賣的商店 他說沒有 我想推廣中國文化 因為我們中國文化 在家屍方面 那個美學 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套的背後的折落 很值得向世界推廣之類 於是我就馬上把手上戴的一隻 一萬元的匪取戒指送給他 不止一個 他是其一 另外還有一個 在深圳的 一個賣古董的 一個店 又是說 做古董那些 他們說 其實我們是做 推廣中國文化的什麼 於是我就很佩服他 於是又很隨便 另一隻一萬元的戒指 又送給他 那時候你做這些事 都可能很不自覺 但是別人身邊看到你就覺得 嘩 你做的事情都很出位 很不理後果 很高風險 是啊 其實是的 你想一下 那時候 完全是 不顧後果的 租一個地方 哇 他七層樓 整棟大廈 十萬人租了 那時候還覺得便宜 哇 七層 那麼高 那麼高 好啊 那麼多空間 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 只做裝修 九十萬 是不是瘋了 我真的覺得瘋了 但是 反過來 其實不明白 你是受過病的影響的人 可能就是覺得 這個洪潮科 是一個很自大 驕傲 驕傲 的壞人 的壞人 就不明白 其實很多是受過病 影響 而病的特色 就是 令到患者 不知道 是脫離了現實 是 正如是在另一個世界裏面 還有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 這個跟據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往往 根據我兩次的 狂操症的經驗 我往往都會 求諸 一些神秘力量 所謂求諸的神秘力量 就是 因為我們 當時你有很多事情想 很多大計 你要處理很多日常的事 處理很多難題 於是你會在心裏 好像覺得自己是不夠的 雖然你其實已經對自己 很有信心 信心爆破 但你好像覺得 都應該要有多些的事情 譬如我記得 在我第一次狂躁症病發的時候 當時我在大連 我知道很多記者在香港等我回去 其實我會很害怕 在心裏 會覺得 都是不好了 做什麼可以增強自己的實力 那時候 因為我喜歡黃金 我喜歡黃金 另外就是我喜歡黃金的金黃色 金色是我三個最喜歡的顏色其中一個 而且我從小看到黃金就會很開心 所以有一個黃金的戒指 我就會很快樂 有一種很快樂的感覺 那時候覺得 不要了 不如去某某名牌的商店 因為當時住的那間酒店 旁邊就是賣名牌的一個mall 進去就看到某一個名牌的 一個玫瑰金的戒指 都不是便宜的 然後當時覺得 買了它 自己的力量就會大一點 然後就會戴著這隻戒指 然後回到香港那時候 那時候 那些記者在等我 然後不知道怎樣 有個記者招來會 然後我坐在那裡 就好像君臨天下 那樣怎樣怎樣 那些人問什麼問題 我又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很聰明 除了這個之外 我第二次狂對性病發的時候 我突然間對佛教有很大的感受 這麼巧我家裡有三樽佛 都有兩尺這麼高 他們都是黃銅的 是很漂亮的 那個雕工很漂亮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這三個佛像 那時候會無敗這三個佛像 會將這三個佛像 放在一張飯桌上 其實飯桌上已經沒有吃飯了 那時候我兒子就說 老爸 我們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那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你迷醉都是這樣 就將三個飯桌上放 放在桌上 然後早上起床 就會五體頭地地冒敗 會跟佛 當時會跟佛說 我又沒有求名 又沒有求你 我是希望佛可以給我一個寧靜的心 讓我有一個智慧去解決我 生活裡面的種種的難題 都有問題 當然會看很多佛經 甚至我還記得 那一晚 在2006年的2月頭 那一晚我失控 我不想回家 我兒子就用盡他的方法 哄了我回家 其實哄我回家的同一時間 他就報了警 警察就來我家 就請我去醫院檢查身體 我說好啊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是帶著一個 我在泰國買的 一個觀音的銅像 一個金色的銅像 然後我手上還帶著一本佛經 叫做妙法蓮華經 或者叫做蓮花經 然後我去到那個 那個急症室的時候 是不知怎樣跟那個醫生 好像不太合 不知怎樣說起 醫生是基督徒 我就覺得我是佛教徒 而且那時候還幫自己 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三一居士 因為你作為家生 那些叫居士 然後還有人說 哇!三和我一字 Twinity是一個 很有power的一個數字 然後我記得 在等醫院怎樣處理我的期間 那我就拿起這個 妙法蓮華經 打開 好像占卜自己的命運 接下來會怎樣 揭一下哪一頁 看看哪一句 這樣 那時候是這樣 那時候是這樣 進入了這樣的狀態 很奇怪 其實病驅使到你做很多這些事情 可能很沉迷一些宗教 是啊 人家一覺得 就覺得很奇怪 是啊 一看到敲經念佛 還有說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甚至可能有立刻 可能觀眾在傳媒的報道下 錄影之下 看到立刻的感覺很負面 還有呢 不過我也要補充一些東西 我也要補充一些東西 對